自去年3月 中共肺炎病毒爆发后 老年群体的染疫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占总数的75% 南加州河滨县一家养老院的护士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养老院依然正常运作 老人们的生活也像往常一样规律 尽管在上午10点和下午2点 开放给老年人活动与交流 但根据防疫规定 养老院会限制人数与实施防护措施 若有老年人确诊感染 院方会进行强制隔离 避免病毒传染给没有染病的长者 该护士表示 为了防止外人传播病毒 养老院禁止访客进入院内接触老人 包括其家属和朋友 护士更指出 养老院今年才刚允许在窗边探望老人 去年疫情期间 许多老人因为院方全面禁止访客 长期与外界隔绝 致使老人情绪低落 最终带着见不到家人的遗憾去世 截止1月26日 全加州已有近33.5万65岁以上老年人感染中共病毒 死亡近2.8万人 新唐人记者王滋意 李佳音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